昨天防疫搜盲首日 陈时中在毕业记者会提到 只要全台8到9成的民众戴口罩 当开放边境的时候 就算有几个确诊者进到国内 医疗体系也还能够承担 但是针对这样的说法 有人就质疑了 为什么不是在边境设下普筛防线 而是要求国民戴口罩呢 批评是神逻辑 陈时中回应 即便普筛还是会有漏网之余 国内的医师也解释 戴口罩并不是要防止境外移入 而是要防止个案进来之后 社区感染的后果不要太严重 天气又闷又热 不少人脸上的口罩戴不住 想要透透气 指挥中心用科学佐证 只要8到9成的人 乖乖把口罩戴好 即便有确诊者从边境进来 医疗体系也能承担 但这样的说法却引发外界之一 为什么不是在边境设下防线 确认入境者没染疫 反而是要求国民戴口罩 像是冰岛一样落地检测 阴性才能入境 现在则是事先把安全国家 匡列出来 放眼国际没有哪一个国家 像台湾一样用戴口罩挡病毒 对此陈时中这么回应 外国人将来要开放 见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是会要求 都有PCR阴性的证明 我们才会让他进来 也不要以为说机场铺塞完了以后 就全部都堵住了 也有国内医师强调台湾防疫之所以做得好 关键就在国内的社区防疫网 即便国内有实力不明感染源的本土个案 也没有造成大规模传播现象 就是因为全民都有防疫意识 戴口罩不是防境外移入 戴口罩是防境外移入的后果 如果有境外移入的话 戴口罩可以挡住 让它的后果不要太严重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两个搞混了 指揮中心也强调 未来边境如果真的要解封 会让旅客在搭机前 先上线填写健康声明书 机场方面也会有专属动线 避免人流混杂 同时会优化电子围离系统 防止紧疫者怕怕灶 搭配全民齐心防疫 才能降低开放边境之后 带来的风险 继续黄明胜区中 推广斗 集团 谢谢大家